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作为一个职业玩家 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些关于博弈方面应该具备的知识 独行家劝学篇 有些人说 大家都劝戒赌 你劝学赌 其实我也在劝戒 因为很多赌徒根本戒不掉 你戒不掉你就得去学 你不学你就得去戒 只有两条路 如果你戒不掉你不去学 最终的结果倾家荡产 有多少输多少 因为赌呢 它是一门数学 它包含了概率 统计 以及选学 还有心理学 等等方面 不是你们想象那么简单 你们天天去赌场 想碰碰运气 运气 不会永远跟着你 你碰碰运气也就是打个概率 百分之五十概率 不管你怎么猜 因为你没有章法 你没有科学依据 你对百家乐没有真正的认知 你今天碰到长庄 你下次就没有长庄 你今天可以用五万赢到五十万 后面你用五十万 你赢不到五万 你有一次用一万 赢到五万 我告诉你拿五十次 你都拿一万都赢不到五万 这就是什么 赌徒没有误 还有些人不断的加码 输了以后不断的加码 现在还有网络的一些骗子老师 教你们不断的加码 加码是不能赢钱的 如果加码赢钱 赌场就不要献红了 赌场为什么要献红啊 就是加到你无法增加的时候 加码是非常可怕的 一数的打二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128 用128块钱去博一块钱 你划算吗 128有可能不中256也不中 1024也不中 如果是 如果是1000一手1024 所有赌场都打爆了 所以加码 永远不可以赢了钱加码 是你加速赌场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作为一个玩家 你要想真正在赌场 长期盈利 首先 你要懂得赌博是一门数学 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 然后庄家抽水百分之五 每一百万的容易 你就要被抽 五万 你打一千万 你就要抽多少 抽五十万 那我这次在新加坡就打了几天也就1000万了1000万 一千万的 浪里相当于2000万的流水 不到2000了 因为我赢 零比输多吗 按2000万算 你看看百分之五抽了你是多少 要输一百万呢 兄弟们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在赌场输钱的原因 你们输了钱 不做总监 还天天想去 还把他赌场 一念他 做到赌场就不出 就不想出来 一屁股做下去就要做一天 输了以后 收两天 越收你越输 能不能手赢呢 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有 少之又少 因为你手的时间越久 你的身心越疲倦 你的心理越恐惧 你的资金越来越少 你怎么打得赢百加勒 所以百加勒 你要想打赢他 真的需要学习 要不断的去学习 要研究他 在这个 博弈过程中 有一些老师在说 5b5的定律 我呢 认同他一部分 还另外一部分我不认 他真的 百加勒不像抛钱币 百加勒 有路 百加勒的确有规律 但是很多人 只掌握了他 有规律的盘 但他没掌握 没规律的盘 而且在规律中 规律中 突然出现无规律 怎么去破解他 这个需要学习的 在我的 21堂课里面就有 真正要打败百加勒 你必须学会全局分析 每一副牌 他都不一样 你的经验 昨天的经验在今天 完全不适应 所以每一副牌 包括牌点 包括牌的组合 包括你连输连赢的情况 都会造成下一局 你 失败还是成功的比例 赌了很多年的赌客 还是想靠运气来赢钱 最终 你靠运气 不管你赢了多少钱 你会加倍的还给赌场 除非你不去赌场 首先你要蒙心自问一下 你凭什么能赢赌场 你的数学 比赌场 这些数学家还好吗 你的大脑 比赌场用那么多计算机还好吗 你的风水比赌场还好吗 你的预测能力 很强吗 这一系列 你都不具备 所以 你九赌必输 在这条路上 非常的艰辛 我也走过了20年的历程 也曾经输过很多很多的钱 就在这一两年 我突然觉悟 这一门 是科学 必须要从各个方面 来提高自己的认知 增加自己的知识 你才能打败他 打败家了 还有一种精神 叫穷追不舍的精神 为什么穷追不舍 穷追不舍实际上就在什么 就在 完成 宇宙规律里面的守恨定御 你连续赢 一定会连续输的时候 你连续输 也有连续赢的时候 要把握趋势 还有 赢钱的时候 赢了 也学会锁定你的盈利 然后用 多余的钱去冲 计划一定要定低一点 不要定那么高 有些人 告诉我老师 你能带着我打吗 我说你准备怎么赢呢 你带多少钱 他说我带50万 那我 我说你带50万准备赢多少钱 一场 他说赢个20万吧 我笑了一下 我说用50万赢20万 你要做到将近20% 40的盈利 你要做40%盈利 很难的 偶尔会做到 大部分做不到 你们真正懂得 懂得 投资 你就不会这样想 我说你一年想赢多少钱 他说我一年赢个百十万就行 两三百万 那你一年赢个两三百万 你一次都想赢 二三十万 你是不是 心态瘫了 他说 对 是有点瘫 那我说如果一年赢一百万 你做一个规划 我说每天你赢一千块钱 然后 每天在一千块钱上增加百分之十 第二天赢一千一百 你试一试 几个月就完成了 一百万 他说不可能吧 我说没有不可能的 这是我在21堂课里面 详细的给大家讲过 关于七二定义 这个是一个财富定律 这是一个投资学的定律 你们只要懂得了他应用好 一年 翻个十倍 没有问题 十万块钱一年做到一百万 一百万一年做到一千万 十万块钱一年第一年做到一百万 第二年做到一千万 你作为一个职业玩家 你要学会 蚂蚁搬家 你要学会 我们今天赢来的每分钱 每一分钱 都是靠我认知赢来的钱 他就能锁定 如果靠运气赢来的钱 加倍的会怀孕作成 当你今天运气越好的时候 明天你的运气就越差 这是什么 能量守恒定律 宇宙里面的守恒定律 就是这样来的 上帝 是一只无形的手 他会安排 所有的世间万物的规律 好的运气不可能全部拿给你 坏的运气也不可能全给你 当你有好的运气的时候 就会有坏的运气 在 我的 这个 百家的教学中 我投装投闲 我的概率超过50%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同样会出现什么情况 连书 但是怎么去解决 连书怎么去解决 同样也会出现 连赢 但我的概率是大于50% 所以会永远赢 在这个 百家乐这个历程中 这个 这个路 非常的 艰难 很多人 非常聪明 非常有钱 最终 还是输光 为什么 曾经 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朋友 十多个亿吧 在新加坡 跟我聊天 他说 我打了20年 他说刚开始打呢 刚开始赢大钱 就是头一天晚上就赢了一千多万 后来越打越不行越打 他到现在 处处就没有处处就没有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说为什么 这就是什么 你们赌的越久 你们越被赌场套路 赌的越久 你们越相信 你以前的经验 恰恰在赌的方面 以前的经验在今天完全不适应 一般的赌场八户牌 哪有相同的牌呀 你们用过去的经验打今天的事情 你能打赢他吗 我讲了这么多 课时也上了很多 然后呢 YouTube也发了视频 还是有些人 不相信 给我发来短信 说老师 我拜你为师 我说你加入培训班吗 他说我亲自来拜你 我说你亲自来拜我 你是要我一对一吗 他说我真的想一对一你给我交一个星期 我说一个星期你学不会 他有那么难吗 当然了 我说你打多少年 他说打20年 你20年打了赢的钱没有 没有 你研究过没有 研究过 那我一个星期能把你20年 都给你交回吗 他老师我不在乎钱 你要多少学费我都给你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跟着我学 这学费你拿不起的 我一对一你肯定拿不起的 我一进多少就拿钱 你给的行吗 你占有我的时间你给的行吗 还有 这是一门学问 我有一个学生 就说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每个月想拿 高工资 一万到两万的高工资 他说你学医科要学七年 你还要罚很多学会 你还天天要背要记 就一个 他学出来都不一定拿到那么多钱 还有 还有例子 那学法学呢 也要学六七年 试想一下 不要天真了 真的不要那么天真 堵在这个路上 没有捷径 没有运气 只有什么 认知 只有你的知识 靠你真正的认知你的知识 才能打败他 其他别无选择 数学知识 排列组合 概率 统计学 宇宙规律 还有选学 其实选学也没把它归为宇宙规律 所谓选学 还有什么 概率思维 这一系列 没有三到六个月 你能学到 如果你三到六天 一个星期能学会 冬场都关闭 还有一些 可能是同行吧 也是所谓的 所谓的老师啊 在我上面攻击我 说你别在上面忽悠了 还交把家了 你能打印七星监督场啊 干嘛去交了 他根本不懂 作为职业玩家 要学会蚂蚁搬家 以前输的钱 你不要去考虑 你只考虑每天搬三五万 你搬不到三五万 搬三五千 搬不到三五千 搬三五百 我呢每一次去都上 搬三五万 那还有一些 师傅呢是骗人的 你们看一下知道了 你们还有些学学 拜了这个是不是说别人交的钱少 那你去学吧 我已经收的非常少了 我只是觉得在这一条路上 我不想 看到 很多期待的眼神 不想看到很多人倾家打仗 你们试想一下 你们在这条路上 走的有多么艰辛 走的有多么 困难 输光了家产 有的 有的孩子才几岁 没有钱 有的 连看病的钱都没 有的卖掉自己的所有资产 在 在一辆破车上 吃住 这都是我亲眼见的 还有人输光了 跳楼 这个跳楼的新加坡的这个是一个中国的一个 企业家 他跳楼以后股票的停盘了这个名字我不打 我不说我不用提你们可以查得到 在前两年 我在新加坡打的打牌的时候刚好有个朋友把这个 跳楼的现场发给我 马上发给我 从微信 这个人在英国加新加坡总共输了29个亿 然后从 这个新加坡的一个plaza三楼半跳下来 啊整个视频 完整视频是发给我 我呢在赌场看到太多 有些人 在洗手间 哭 大男人 在碰洗手 碰那个墙 输光了 真的大家要醒一醒 要么你必须戒掉 要么就下定决心学习 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要太天真 我赌 自己为什么 我在这条路确实也输了很多 我从一注 一注十五万 十五万 十五万一注 打到最后 一百一注 现在又恢复 几万一注 十万一注八万一注 五万一注 怎么恢复的 没有这些认知是恢复不了的 没有这个功夫 是不可能越打越大的 那网上那些教别人老师十块钱一注 你丢不丢人呢 十块钱一注啊 啊 带学生去打十块钱一注 你自己能打吗 能打你为什么还带学生 把你打的业绩看看 我可以给大家看我的业绩 刚才接了个电话啊 暂停了一下 我刚才讲到哪里 我忘了 所以赌这一块 你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认知 必须要有真正的技术 你才能打赢他 靠运气 不管你赢来再多 最后你就会加倍的输给赌场 我哭口婆心 那我下面给大家看看 我的一些打法啊 简单的一些 就是在赌场录的赌场不让 录我们只是录一点点一点点 那个片段啊 打中一个 哎呀 今天 打了一万 这口打一万 八万 这是一万的 大战文 带克别 我出手 一万一 大战文 这个也是把中国喝 因为打庄嫌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在这 因为庄嫌推五万十万 都很正常 但是打喝推一万的人 这多少 25万 这多少 这个一多少 这一口是 二八一十六 一万 16万 二五 一万一万 对八万 八万 OK 对八万 OK 来过来一个 四千 四四一万六 对 这个是 四千 对呀 很少人这么打的 谁我这样打 what the makes me 我在 你记得过来 我在这 大主 啊 四十四的等我 嗯 好 开始 啊 没有 牛羞了 牛羞了 重新开始 啊 嗯 wait what was i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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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the casino casino from casino 呃 when i take away when i take away wow 大家看到了吗 我打核都可以打到Maxman就是他的封顶值 最大一柱 是打了9万大核我中的中72万新币不是人民币啊 新加坡币72万的新加坡币 按照当时的一比五相当于五七三百五十万人民币 职业玩家 下注要狠 要稳 要准 很 还要会守 守什么 守的就是概率 概率思维在你脑子里面要形成 这个概率思维是怎么形成的 那只有通过我的培训我的训练才会让你形成 三到六个月有可能有些学生都不可以 训练一年 所以说你真的想打一瓶百家乐 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这个前两天在新加坡打那个六点 我打中了一个 打中一口大的六 赢了二十七万一口 然后有一个人就看到我了 然后说 哇 他说你怎么这么准呢 我只是笑笑 完了以后 今天我听他们说那个人赢了 输了八十万 就追六点 他说永远追不到 他说为什么你能打中我 为什么追了一晚上没追到 这就是什么 认知 他想碰运气 你看到没有 八十万新币啊 三百多万人民币啊 以前是四百万啊 现在三百多万啊 四点八了 你想一想 再这样打下去 你金三银三都不够 所以说 作为一个 赌客 真的 你如果 不去学习 你如果不去训练 如果你不去研究它 你最终会输得精光 你要么戒赌 要么学赌 就两条路 那这两条路就会带你走向另外两条路 你不戒赌 永远输光 你不学赌 也是永远输光 只有学习了以后 你的认知达到一定程度 你才能成为一个职业玩家 由于时间关系吗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能观看我视频的朋友 我也希望 在咱们这条道路上 祝你们早日成功 在今天 你没有资金赌的情况下 不要去赌了 修炼 你赌每次都拿不走钱的时候 也不要赌了 干什么 修炼 好 今天 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